唉,幸虧老娘只是打小人 Hello,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去做一件事 在離開香港之前 一直一直都在心裡深深念念 很想去做的活動 就是在鵝頸橋下試一次打小人 經常經過銅鑼灣的鵝頸橋 都看到那裡是不少的燈火 還有一些力度、鍾氣非常好的婆婆 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由春季到冬季 都經常會有人在那裡留念 這次終於自己可以有一個藉口去試一試 打小人這個活動 不一定是一個特定的對象 才可以打小人 其實打小人這個活動 都可以祈福、保障你接下來發展 身邊可能有些不理你路途 有些意外、人事物 都可以幫你驅除它 事不宜遲,我們出發了 今年是團團,請你出生意外 哦 是 今年是你由凡泰塞又中天狗 我想問你是極了分嗎 是 是 今年是你由凡泰塞又中天狗 你從來打過他 今年身邊小人 小人 身邊小人 小人 好 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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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好嗎? 就像了些一片 都可以加上大小孩 但那是一片小孩 就像是一片小孩 所以你也知道 很像小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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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是為了離開公園了 我原來打完小癮來這裡拍片 深刻首先整個過程應該會是一個比較清淨的環境 甚至我來這裡找到很多自己的同鄉 這裡很熱 我今天是星期日 很多印尼姐姐、芬芬姐姐來到這裡休息放假 所以今天的維園是一個非常熱鬧的地方 這裡有一種異常草的親切感 整個打小癮的過程比我想像中快樂很多 我想大概十分鐘之內就完成了的事情 我一坐下來他就給我一張 那是金能 金? 不知道 印了傳統圖案 寫著福 心是健康 然後他就叫我寫下我的名字 還有出生年人 但是他就說不用寫下小癮的名字 那跟我們一般理解的打小癮好像有一點不一樣 雖然我本身也沒有說有一個確定的打小癮對象 而小癮指的是一些官弄死死的人 或者是一些不太順暢的制緣 那我是想經常地去做打小癮這個動作 那跟大家簡單來包括一下 打小癮的廣東一帶 香港珠光這些地區 流傳起來的毛術形式 那通常在這個二十四點戲裡面 是經… 經… 經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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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折有個尺床的物質 經折所指的 就是 上天以累人的方式 能把東年在維草裡面的昆召 都召醒 所以經折有一個萬物更生 有心意央儀的意思 原因是因為經常是該星法庫最開口的日子 如果在這一天打小癮的話 就可以把小癮帶到法庫面前去折騰 所以在經常這一天 文家都認為打小癮的效果是最好的 打小癮一般都會在大空大閘 或者陰暗的地方進行 所以河頸橋在這個交叉路口 和在天橋底下是一個非常合適的地點 這次打小癮最主要是在文化交流 在體會香港地道文化的活動 如果發現我專門說為什麼這麼久以來 都不會打小癮這個樣子 因為其實都很少說會有些什麼 直言 一直以來都沒有說有人追理不住 都很想去報告他 又或者將一些自非精 一些可能會陷你不義的人 排除起你的人生命運 我覺得挺不義的 有這個體驗 也都將這麼久以來想做的時候 終於都完成了 今天就這麼多了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JK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喜歡這些有關香港地道影片 請你給我一個like 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不介意 不介意 或者不介意 那麼在一起 也有些不定的 怎樣 我把你的小型頭 搭上你 有些不能小型頭 搭上你 我們下個隻 謝謝 親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